好 這個吳老師 他其實常常受邀去演講 對 據說有這個聽眾 跑來跟你抱怨 是啊 說他老婆怎麼要跟他吵架 要吵到要離婚 你知道吵什麼 就是你為什麼不能讓我的 讓我們的兒子去讀市立小學 從小能夠讀好的學校 老公說我就在公家機構 我又能怎樣 薪水有限 對 所以這個也常常很多新的 這個家庭的組合裡面 當初沒講好 因為這種共識是需要 夫妻好好協調 你要嫁他 你就知道他是公務員 但是他覺得說我的朋友 你看這些閨蜜 他們家小孩都能讀好的學校 我們孩子不要輸在 家裡的經濟狀況就只有這樣 他要逼他老公怎樣呢 就所以有的人他會這樣想 就希望你去多想辦法 不然 所以 那就貪路 那就把錢藏在水管 不可以 有的老公真的很辛苦工作 那個還在跑這個Full Panda 就下了班還跑 很辛苦 就為了多賺一點 假日也去跑 不一定就讀私立學校 看過了吧 對啦 就是夫妻要有共識 懂得說怎麼樣料理這個家庭 那我自己也是兩個兒子 那孫子又是兩個這樣 在這樣的一個家庭裡面 大家怎麼樣同心協力 互相來支援 這個就很重要 你有讀私立學校嗎 沒有 你幹嘛 你還不是留學美國 對不對 但是我當年很重要一件事情 做對的一個選擇 就是把我家從淡水搬到台北來 因為當時我想到一個 孟母三千嘛 不是說淡水不好 而是說將來文化刺激 是比較競爭 夠不夠 還競爭等等 所以搬到台北來 也到那個好一點的區域裡面 然後從租房子 然後孩子讀到這個公立的學校 OK 所以這樣一路也是帶 也是自己一個人帶 也很辛苦 這個陳老師 你們以前也為了搶協區 清楚很用心 對 其實我們照理來講 五六零年代 那時候應該不會有特別 什麼名校迷失 可是我們家卻有 為什麼呢 因為我那時候 我記得我住在以前的 中泰賓館那邊 那我媽是在農安街那邊 中泰賓館就是現在的 東方文華 對 東方文華 在明神社區 對 明神社區 然後可是我媽的工作地點 在農安街 就中山國小站那附近 那所以那邊的老闆娘 就有這種名校迷思 他一直要我媽把戶口 遷到公司來 是不是為了要把住我媽 就讓她不要亂跑 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他就說 你看 學校規模大 設備好 師資多 因為中山國小 當時號稱是全台第三大學校 學生至少七千人 教職員兩千人 算是當時還蠻大的學校 那所以我媽就被她說動了 所以就把那個戶口牽過來 苦了就是我了 因為我必須每天通車 所以我小一的時候 我媽還帶我這樣子 每天上課 結果到了小二的時候 她累了 妳自己去搭公車 所以我是小二 自己從家裡走到公車站 搭上公車去學校 我就每天這樣子 來去那個 到學校去 那可是有沒有效 有 因為我們學校 其實真的還不錯 全台第一 妳是哪個學校 中山國小 對 國小就有分好位 對 而且我們學校真的還滿先進的 全台第一個穿便服上課的 就是我們學校 全台有安排閱讀課的 也是我們學校 全台第八堂課 不是要照上課嗎 我們就有所謂的 社堂活動課 讓你選你自己喜歡的課來上 所以我因為 中山今天是有給錢 讓你來選擇 不笑嘛 當然要為他講一下話 所以因為我自己在裡面 奠定了很好的基礎 所以後來我小孩出生 我也向他想 簽戶口到中山國小去念 結果簽不進去了 對 中山國小現在這麼難 對 據說要出生地 出生之後戶口就要簽過去 才有辦法排得進去 否則你根本就沒有辦法 你把戶口簽到朋友家的中山 我那時候小孩已經要上幼稚園了 來不及 也就是說你即便是有年限 已經有簽過去了 他還看你排幾年 如果你年...